这个男士朋友看过来 接下来是我们陈怡 他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男性呢 大家都觉得你是敢说敢做 但是其实你交往过一个 转世活佛啊 对 这什么情况啊 就是我的前男友呢 他是真的由喇嘛到他家 然后呢就下车跟他讲说 他前世是那个活佛 但是因为他现在已经太大了 所以不能把他带回家 就不能带回西藏 因为他可能被世俗污染过之类的 对所以他就是人生就是 拥有所有活佛应该要有的性格 例如 乐观积极正面向上 兴趣应该是孝顺父母跟卓家史 我也跟张力甫走到吗 听起来超完美的耶 对啊 就是我这么爱讲别人坏话 但是他的坏话 我真的半句都说不出口 因为他真的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那又没有被带走 又这么完美 为什么不继续在一起 可能就是上天想要派他来感化我 但是没有感化成功 所以就没法在一起 对他的使命已经结束 你们处事的态度听述不太一样 对 因为他就是一个活佛性格的人 所以譬如说 他基本上不会说别人坏话 然后你知道我兴趣就是讲别人坏话 我真的好喜欢讲别人坏话 可是如果你在讲别人坏话的时候 你是不是会希望说 他就会说对 他就是个贱人 可以播吗 但是你知道他就不会在你旁边说 他就是个贱人 那他会讲什么 他可能就会说其实他也没那么坏 是不是会更生气 就是这种 他一直想改变你 对 而且 因为我也不是一个自律的人 譬如说 我不会早起坐瑜伽 OK 但是他就是一个 真的是一个自律的人 就是每天早睡早起身体好 所有那种健康教育课本里面 说隔壁大哥哥 每天早上会起来喝牛奶那种 就是他本人 你们两个反差很大 对 这样不是互补吗 算是互补 也是互赤啦 所以他是你生命中有百度人 来度你这一层的 对 可是没有度化成功 因为大高一尺 魔高一丈 那你有把他度过去吗 后来他有可能因为我的关系 有稍微学会 试图地讲别人坏话 这个部分有稍微感化他一些 对 到底是谁在度谁啊 连转式活佛都可以被他改变 真的 那后来为什么会走不下去 后来最主要原因是因为 世界不一样的 世界不一样 对 其实我也有想过 我如果到现在一定会跟他结婚 因为他真的非常的好 无可挑剔 可是就是我们的世界不一样 因为可能我遇到的人 然后我的工作 我的收入什么都不一样了 所以我们就会有一点渐行渐远 就是互相不能够理解对方的世界 你说后来是不是 交往的时候 应该是你收入各方面比他好 其实到中间就 出社会以后就收入 是他不能接受还是你不能接受 我的问题 就是因为我觉得如果要结婚这件事情的话 我会希望另外一半的收入要比我高 因为你知道这就是一个父权社会 就虽然要改变但没办法 所以如果你的收入比男方高太多的话 一定会吵架 就是很多男生会自卑 可是他自卑不会就是直接讲出来 他会找其他的地方跟你吵 所以我不想要遇到这样的状况 所以就是因为我们的世界真的不一样 然后我有考虑过很多 我就觉得还是要先把他放手 如果现在这时间 有这么好的一个人 但收入还是比你少 你OK吗 不OK 还是不OK 这点就是你坚持的 因为我人生就是要长得帅跟有钱而已 我就是如此世俗的人 不要孝顺 不要孝顺 因为孝顺通常都是妈宝 孝顺通常都说 你妈要跟我选一个 还说我妈 我就说 对 不要孝顺 我没有喜欢孝顺的人 我不是女明星 这个也是非常的犀利直接 他的条件就是这样 你单身多久了 差不多四年吧 四年 都很久 你们都比久的耶 七年 四年 五年 那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吗 我非常喜欢一个人啊 就我一个人可以做很多事情 可是我还是没有放弃就是 想要结婚这件事情 我每天都 最大的梦想就是要结婚隐退 每天梦想 那过程中四年 怎么不给别人一些机会 我没有机会认识别人 没有机会 对 因为我本身非常的宅 我很喜欢一个人在家 所以我也没有 我不会去跑任何社交场所 什么的 KTV什么的 绝对不可能去 对 然后再加上就是 我自己有一点害怕 就当你是公众人物的时候 你会很怕别人接近你 都是有目的性的 就是他可能只想认识你 然后出去说 你知道我认识他吧 所以我就是自己 虽然我也没那么红啦 但是就是自己会觉得 会有见性 你防卫心也蛮高的 但你又天天想要这个结婚隐退 那怎么办 所以非常有可能 我如果 之后再往另外一半 以我的条件的话 很有可能他也是名人 所以我一定会隐退 一定会隐退 对 因为如果对方是名人 我一定会隐退 绝对会 OK 那什么样的男生 不好意思我也会隐退 你自己会主动隐退 他们两个完全相反 我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 如果他一个月可以给我很多钱 然后给我无限卡刷 的话我才不想工作 结婚不就是为了钱吗 所以你就不行了啦 你已经out了啦 我已经out了 那两个红灯 但是我经济超独立的 只是因为就是 如果对方要 你经济独立 你又觉得他可以 给你很多钱 然后你就可以隐退 不是对方不拿白不拿 如果他要给我钱 我不拿白不拿 你讲这个数字 你觉得多少 会让你觉得很满意 你说一个月还是 年节还是月节 先月节好了 我觉得我妈跟我说 不要按月铃 因为如果他突然 停了你的卡的话不行 我妈说要一次 一笔钱进来比较快 先负年的 预付的 对 可能就是给我几个亿吧 几个亿 一年 很多耶 就直接先把亿 汇到我的户头 我就立刻说 OK 我隐退了 sorry 我已经有上亿了 我光是靠那个 利息我都可以活了 所以一年至少 一亿先给他 这样 对 中乐特有心情 我们看你的图版好不好 还在秀一下 好 我们现在这个 男生朋友应该听得很清楚了 他的条件 第一个 年收入这个给他一亿 哈哈 就两条耶 好清楚喔 帅帅帅帅 收入比天高 很明确 开银行的 比我高就好了 你的现实生活中 你有遇过这样的人吗 你觉得完全负荷 嗯 然后又单身未婚 有吗 之前有遇到 嗯 然后呢 就 嗯 我自己的问题 你的问题 遇到帅帅帅 收入比天高的 又单身 你有把握 完全就是你要的菜啊 我自己对 怎么样跟别人相处 可能也有一些问题吧 就我不是一个主动的人 我不知道要怎么样就是 一直很积极的联系 所以人家可能 一开始有释出积极 然后我也会 太硬 是我的问题 对 所以我有检讨这件事情 可能大部分的男生 会被他 犀利的外表跟言语 给 就 被拒于门外 他们不敢接近 我就会有这种感觉 你对男朋友讲话 会这样子吗 对 每个人讲话 都是这样 都一样 可是其实我真的不犀利 跟我相处就知道 我其实还好 我只是诚实跟你说 譬如说 你这次还被动血 真的是你自己的问题 好温柔喔 很诚实而已 对 诚实 对面两位男性 你们举牌好不好 像陈医障的女生 你可以接受吗 举绿牌 不行 举红牌 诚实作答 有点不敢举 对啊 孙达讲一下 为什么不能 就是他设定的条件 是因为你觉得自己 达不到这个标准吗 不是 他要有大量的钱 但是好像他也不知道 他钱到底要拿来干嘛用 然后真正的活佛给他了 他又搞砸了 就是人品很好 你又不珍惜 那你遇到钱来很多的 但是你自己又太轻 所以好像从头到尾 会不会是你自己本身 有一点问题 对啊 感觉啦 我感觉 是我的问题啊 我太轻了 是 所以就 你是说他不知道 自己想要什么的意思 对 因为他就是要钱 那钱过来 可是你刚刚不对在讲 那一位活佛前男友 你觉得他很棒耶 但他没钱耶 我们没办法接受 收入比我低的人 还是没办法 那要这么高的收入 要干嘛呢 就是你要 安全感 安全感 你自己这么会赚的 没有安全感吗 可是如果是要交往的对象 他真的不是因为说 我要贪图他的钱 因为我自己也可以养活 我自己什么的 只是因为真的是会担心 男生很容易自卑 每个男生都会说 他对方养我OK啊 我可以 我很好 可是其实 这个父权社会真的很难 大部分男生都会隐藏 就是自卑的那一种 可是很多 那这样讲 女强人基本上都很难 有幸福的婚姻了 很多女强人的另一半 其实她的经济能力 各方面都没有她这么强 对啊 但是幸福的婚姻还是存在的 还是存在的 可是他们就是中乐透啊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很像